假设XY是实数 而且X加2Y等于5 是求X平方加Y平方的最小值 并求这个时候的XY的值为多少 好,那我们利用科系不等式 X平方加Y平方 好,乘上呢,一个数的平方 再加另外一个数的平方 会大于等于X加2Y 括号平方 好,那我们这两个空格要填上多少 X要乘上多少才会变成一个X 对,乘上1 所以我们这里就填上1 再来Y要乘上多少才会变成2Y 好,所以我们空格呢就填上2 好,接着把这个X加2Y等于5写进来 所以我们的式子 X平方加Y平方乘上5 会大于等于5的平方 两边除以5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X平方加Y平方大于等于5 所以这个5呢,就是我们的最小值 好,那这时候X和Y的值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1分之X会等于2分之Y 就等于,令它等于K 所以X就等于K,而Y呢就等于2K 带回去我们的X加2Y等于5当中 所以K,所以K加上4K就会等于5 所以我们K的值就会等于1 再带回去我们的1,再带回去我们的XY的值的话 X就等于1,而Y呢就会等于2 XY的值得好 XY的值得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